只有訪問協業吧 好 那沒有 我們就通過 第101之一 第101之一 照民進黨黨團協商修正條文通過 有沒有問題 來 看一下 郭昌來 你的 我們都保留 我們現在先處理到101 因為你們沒有提案的部分 那個 因為齁 最後假設齁 是按照 那個 目前司法院他們希望設計的版本 在職務法庭 採取上述制的話 那我現在的問題是說 就有關於新舊法實施的事情 對 就是 基準十點 是 在這裡你們講的基準十點 實行日期是很清楚的 對於所謂以進行之程序 要相比較的時候 基準十點在哪裡 因為這個會影響到很具體的事情 就是他可不可以提起上訴 他可不可以提起上訴 那過去齁 那過去齁 有關於 民事訴訟法 施行的時候 立法院調高 上訴第三審的利益二 那那個時候就出現過重大的爭議 所以後來才出現了 所謂4至572號的解釋 拖了非常久 用4至572號去解釋 去處理第三審上訴利益二 調整了以後 可不可以再上訴第三審的事情 那你們現在這個時間點 在切分的時候 處理的是什麼 是 係數到職務法庭之前 還是係數到職務法庭之後 還是一審判決以後 就是說譬如說 他在判決前還是判決後 法規的修正 就是你們實際上面 就這個過度條款 實際上面到底怎麼樣運作的 是不是可以清楚的跟大家說明 那同時我強烈的建議喔 就是如果你們說明的內容 各個黨團都同意的話 要把它寫在立法理由裡 這樣子以後才不會出現爭議 好 那 司法院能不能照黃委員的意見 講清楚 然後把它立在 把它在立法說明欄裡面 把它陳述清楚 可不可以 可以 剛剛黃委員可能 尤其關心的是上訴 就是可能在 舊法時期已經宣判了 那但是呢 新法施實的時候 他可能在上訴期間 對 可不可以上訴 對 那 依照這個 程序從 從新的這個觀念來看的話 我們應該可以 就是說按照新法來實施 不過這個我們再把 立法理由把它說清楚 好 看大家對這樣的理由 好來 來 這個事情 我老實講 影響重大 因為這個一修下去以後 你會牽涉到接下來 訴訟當事人 在目前已經進行了 職務法庭 審理程序當中 他要採取什麼樣的訴訟行為 我再講的更具體一點 像 現在有好多案子喔 都是 事實上停止的狀態 所謂事實上停止的狀態 就像那個 罪胎女檢察官陳玉珍嘛 莫名其妙 也沒裁定停止 那事實上停止在那邊放著等 然後理由就是 寄傳票給他 他也不來 那我也不知道 我們的職務法庭在幹什麼 不來就依照 依照辯論判決 該有的程序保障都給他啦 然後結果他就說什麼 你們給我的理由說他生病 奇怪他生病 怎麼行事那邊的程序可以確定 然後職務法庭這邊是關關相戶嗎 看到這幾人說他身體不舒服 一言再言一言再言 整個審理程序延幾年了啊 邊再拖延審理程序 邊從法務部那邊去領錢 根本是莫名其妙的事情啊 那你現在這個法條 過了以後 所有啦 所有 看到這個法條 你們怎麼定的人 大家都會想說 哇 我現在要開始死命的 使出各種渾身解數 去拖延整個訴訟程序 拖到什麼 拖到你們 施行的時候 我的案子都還沒有判 然後我還可以再繼續這樣子搞 所以具體上面 你們在立法政策上面 要怎麼決定這件事情 我覺得要寫得非常的清楚 有沒有問題 這裡過去 就是說這個 所謂的法家灣的條款 就是大法官有解釋 一審無罪 二審被判有罪 那大法官有特別解釋 七五二啦 百元九就用這一條啦 上禮拜才可以 可以上訴 大法官有特別提到就是說 這個時候呢 當然就是以宣判的時候來決定 剛剛法委員提到說 那會不會說 將來大家就使命拖 在概念上 在概念上 這個法官對於審判程序 本來就有一定的訴訟指揮 那即使說他為了要拖 將來有上訴的機會 也不一定是有利 因為我們上訴不見得受懲戒的法官 才可以上訴 就是當事人 譬如說監察院彈劾 監察院也可以上訴 所以他是一個兩邊平衡 不見得說 有一次上訴 對於這個受懲戒者就是好處 因為他對照對方的人也可以上訴 黃委員希望你們把這些觀念很清楚的在立法說明裡面 陳述清楚有沒有問題 蛤?有沒有問題 會會 好,你那個立法說明誰下 然後再給大家看一下 我們審理規則也會定 好 審理規則都會定 好 好 那 101條之一 在立法說明欄 把這個條文的精神說明清楚 說明清楚 然後交各黨團大家來一起 再來 看過之後 我們看立法說明之後 那101 我們就先通過 然後 好 保留 等你的審好之後 我們再做處理 來 101 之一 我們先保留 等立法說明欄寫出來之後 我們 再 做處理 但原條文我們就不修正了 來 101之三 這個 民進黨黨團協商修正 以及司法院的建議條文 大家有沒有意見 沒有 好 沒有 我們就照 民進黨黨團 及司法院的建議條文通過 103條 這個 照民進黨黨團協商修正 及司法院建議條文通過 有沒有意見 沒有 好 沒有意見 我們就照 民進黨黨團協商修正 及司法院建議條文通過 那 我們現在保留的條文 我跟各位稍微說明一下 我們 第四條保留 第五至一條保留 第三十一條保留 第三十四條保留 第三十五條保留 三十九條保留 四十條保留 四十一條之一保留 四十一條之二保留 四十三條保留 四十八條保留 四十八條之一保留 四十八條之二保留 五十條保留 五十一條保留 五十五條保留 五十六條保留 五十九條之一保留 101條之一 等立法說明欄出來之後 我們再做處理 那我們現在回頭 主席 報告一下 我們剛剛那個103條裡面有一個條文 對 就是第31條全面平和 103條怎麼樣 這個裡面有涉及到一個條文 就是31條 好 全面平和 前面的31條 他31條已經保留了 對 所以這個地方就 蛤 就是說因為他會有連動 假設31條我們按照 所以你103條還是要保留等31條 對對對 好 103條保留等31條 那麼我們現在就進行第31條 剛才我們就討論到第31條 這個國昌兄 我們就從31條 因為您剛才是五之一嘛 齁 那 呃 現在就進入到第31條 你們 要不要 我們要不要休息一下 讓官員上個廁所 好 因為我們現在剩下 保留了 好 剛才唸了48條之一 保留48條之一是通過的 我 48條之一 對 剛才有 沒有啊 48條之二 剛才沒有 48條之二 通過 現在保留幾個條文 好 我們現在保留18個條文 齁 那我們休息五分鐘齁 五分鐘齁 好 我們上個化妝室就上來齁 好 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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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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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